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黑頭人變爆頭人 上集 我聽聲音 我聽聲音 在這個世界 什麼人會決定自殺? 經濟困難? 感情問題? No! 其實這些都不是主因 據我說 一時衝動 氣上心頭 又或者是突然燒壞腦 住不到彎 只會想著一了百了 是否真的這麼生氣? 是否真的要Facebook? Facebook? 是否真的可以陳歸陳 土歸土 煩惱自然無? No way! 我以前在靈堂 遇到當時的主角朋友 他自己都覺得這次玩大了 碎昂居 我不想開他名 就叫他屍軍 他死那年 應該都只是二十出頭 想回 絕對是年青有為 高大有型 出街 整齊襲衫西褲 梳死分頭 戴黑框眼鏡 即是中文版的左字鼓勵 大學畢業之後 他有一份不錯的專業工作 雖然只是初起步 不過上司都好看他 公司重要的項目都會預算他 還經常帶他去跟不同的客戶吃飯 介紹他給其他人認識 可以這樣說 只要他做多幾年 在公司絕對是前途無限 如果BOSS有個女 可能隨時都會嫁給他 不過他端端不會做老闆女婿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 由中學開始拍拖的女朋友 絕對是兩顆糖癡豆 另一方面 他人品也出名好 是教會的乖仔一名 有一次他主動邀請我回教會 那天我還記得 在星期日的早上 約好了在地鐵站等 我遲到了十五分鐘 去到的時候 他一點埋怨都沒有 還關心我跑到來 流了大汗 帶著紙巾給我 去到教會的時候 很用心地安排我參加不同的環節 還差點幫我出賣錢做奉獻 但是 就是這麼灰狹 這個年輕人 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竟然衰衝動 上天給了他很多東西 在起跑線上面 他絕對是贏別人不止十個身位 但就是這樣 他只是用了不足十秒 就決定了放棄 用了三秒 縱身一跳 由家裡的窗口 直插落地 做了鬼之後 他跟我說 原來他跳下去那一刻 並沒有失去意識 他整個人 攤軟在地上面 痛都不會反應 雖然那一刻很短 開始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痛感 但是很快 他開始 有蚊咬 去到爆炸 所有的痛苦 湧入大腦 那種痛 他當時說 死後 都有感覺 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說 他在靈堂的情況